好 紧接而来 这一幕在干嘛 您看到在高雄六龟新黑山区 有蜂农就发现说 有黑熊造访要寻蜂蜜 而且翻箱倒柜 把这些蜂箱一个一个打翻 叼着蜂巢吃得好开心 一片接一片 主要是因为这蜂农通报的关系 所以现在获得三千块钱的奖励金 高雄六龟山区有养蜂场拍下 二十号晚间一头黑熊闯进养蜂场 破坏蜂箱拿起蜂巢片 尽管蜂巢片上明显可以看到 有大群蜜蜂聚集 黑熊还是叼着蜂巢片 跑到上坡处大块躲移 蜂农在发现蜂箱遭到黑熊破坏后 立刻向林业署通报 那确实有发现黑熊的排遗 现场自动照相机的相片 也有拍摄到黑熊取持蜂巢片的画面 事后林业署也连夜派员到现场勘察 表示蜂农放置蜂箱处 靠近六龟新开温泉 是附近海拔只有430公尺的国有林班地 这也是林业署推动 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方案后 高雄地区的第一件通报案件 蜂农也因此货颁奖励金3000块 但因为蜂农未经申请 就把蜂箱放置在国有林班地内 蜂箱与蜂蜜的损失则是不予补偿 林业署表示 目前除了已经在事发地区 架设红外线相机外 也会持续巡视 密切掌握黑熊出没情况 同样是野生动物 监视器画面拍下 但行业者正把蛋搬上货车 一只蜜猴一流烟跑上蛋箱上 东挑西选选中了一颗蛋 正当业者走到转角 却被猴子吓到 业者跑到货车旁还不小心跌倒 猴子则是趁机爬上了货车顶 我要拖蛋的时候 走过来的时候才会吓到 因为他刚好在这边 我也跟我突然想说 怎么会这猴子吓死我了 业者跌倒造成小指红肿受伤 男子右舱突然出现台湾猴 也让民众担心会有孩童受到攻击 破问提醒当地民众注意 有一些民众他们有可能 不知道台湾猴是不能 饲养的野生动物 而去饲养了台湾猴 那造成了比如说 它会弃养啦 或者是从民宅里面逃窜出来啦 研究猴子专家提醒民众 万一遇到猴子千万不要驱赶 以免发生冲突 最好还是拨打1999 请专业人员处理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